欢迎收看凤凰财经日报 世界银行警告明年全球的经济会将陷入衰退 另外人民币的集齐汇价时隔两年多来 首次跌破了期算 都对港股跟A股的投资气氛造成了影响 不过好消息是内地8月份的经济运行明显回暖 工业消费跟投资三架马车的增长都胜过预期 那么接下来几个月进一步回暖是否可期 将会的话题不稍后有请我们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卫视野播室的嘉宾 深奥红元 镇研索 理财研究部的总监 钱其名现在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而在内地股市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是高开低走的 三大指数全面下跌超过2% 成交则缩减到不足8000亿元人民币 而港股今天也下跌接近1% 不过成交因为负实指数换马而积升到1239亿港元 现在给报道 内地呼声股市今天低开低走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文鼓励证券机构降低服务费用 引发市场担忧券商的盈利会受到影响 券商板块集体受挫 其中东方财富和指南针几跌超过一成 另外 内地前8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数据大幅回落 导致房地产股也集体走低 拖累三大指数在午后扩大跌幅 不过半导体芯片股逆时拉升 带动科创50指数一度大涨超过1.8% 户指收报3126点跌幅2.3% 总结全州更是大跌超过4% 深城指收报11261点跌幅2.30% 创业板指数大跌2.3% 并失手2400点整数关口 科创50指数则是在收盘前翻率 微跌0.16% 两市成交额不足8000亿元 北向资金净卖出45亿元 外围市场欠佳 拖累香港股市重拾跌势 恒生指数今天低开197点后反复下行 不过内地经济数据好过预期 有助盘中收窄跌幅 但是午后受到内地A股跌幅扩大的影响 恒指午后再度下行 中场收报18761点 下跌168点 跌幅0.89% 创出半年以来的新低 受到富士罗素指数成分调整的带动 大市成交放量至1239亿港元 蓝筹股走势分化 金沙中国升近4% 碧桂圆则大错7.6% 分别是表现最好和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中资券商股跟随A股下跌 广发证券极限8.6% 中信证券 中国银河和华太证券的跌幅 也在5%左右 而科技股除中信国际之外全数下跌 恒生科技指数大错2.65% 其中快手的跌幅超过了7% 而亚太区其他股市则普遍收低 韩国和台湾股市的跌幅都超过了0.7% 日本股市则是下跌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最新公布的工业零售 还有固灵投资数据都胜过预期 其中我们看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数 创5个月的新高 消费增数也创半年新高 至于固灵自然投资增数也扭转了下行的态势 国家统计局表示 随着稳经济政策的落地见效 经济仍然将会延续恢复发展的趋势 内地8月份虽然经历了疫情 和超高温天气等多重超预期考验 但主要指标仍然呈现恢复态势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上升4.2% 比7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 也比市场预期的3.8%高 并创5个月以来最高 按照产品类别来看 新能源汽车产量表现最为突出 按年上升1.17倍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和太阳能电池 等绿能智能产品 产量也升超过两成 至于反映内需消费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在8月份按年上升5.4% 也比7月份的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 重拾上行的势头 增速更是半年以来最快 餐饮收入回升8.4% 而首8个月的网上零售 按年增长3.7% 食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维持在25.6% 至于首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 也按年增长5.8% 增幅比首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 当中制造业投资增长达到一成 至于8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轻微回落0.1个百分点 到5.3% 是连续第4个月下降 当中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 从上月19.9%的有记录以来高位 降至18.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内地70个大中城市的新楼 楼价进一步下跌 按年跌幅扩大到7年以来的最大 路途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 内地8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楼价 按年下跌1.3% 跌幅扩大0.4个百分点 是连续4个月下跌 跌幅创2015年8月以来的最大 至于环比则是由持板为下跌0.3% 跌幅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大 按年计算 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上升2.8% 升幅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下跌1.0% 跌幅扩大0.5个百分点 而三线城市则下跌3.7% 跌幅扩大0.5个百分点 新建住宅价格指数较7月上涨的城市有19个 下跌的共有50个 持平的则只有一个 一线城市中上海的新楼楼价按月涨幅最大为0.6% 北京则升0.4% 广州和深圳都有所下跌 另外内地产业的投资销售数据也全线走低 一至八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90809亿元 按年下跌7.4% 逊于一至七月的下降6.4% 并且跌幅继续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 当时的跌幅为7.7% 而房屋新开工面积方面为85,06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37.2% 亦逊于一至七月的下降36.1% 至于房企到位资金维持25%的按年跌幅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则为95.07 创去年同期以来的最差 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 房价继续表现出降温的态势和市场的反馈是吻合的 说明要警惕市场进一步降温的风险 也意味着后续购房政策需要更加宽松 从后续预判来看 关键是看9月份的交易数据 与此同时 新一轮的购房政策放松正在开启 客观上有助于促进房价的趋稳和健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傅宁辉在回应最新经济数据的时候表示 内地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纾困还有扩大需求 相信已经见效 而保交楼和稳民生的效果也逐步的显现 总的来看 8月份国民经济顶住各种超预期因素影响 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 尽管面临问题和挑战 但是随着一系列稳经济政策措施的逐步显效 中国经济发展 外向高市场发展的这种态势不会改变 全年经济仍然会保持恢复态势 整个来看房地产市场 仍然还处在下行的过程之中 那么从销售方面的这种改善 传导到房地产投资生产方面 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仍然还要继续付出努力 好 那么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 落地见效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内地8月份的经济指标 起稳回升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钱秦敏先 钱秦敏你好 主持人好 其实我们看到尽管8月份 有包括了像疫情散发 还有高温干旱 以及电力供应紧张等等不利的因素 但是中国的经济 仍然顶住了压力持续恢复 主要的指标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这也显示中国的经济内生动力 已经有所恢复 那您意计接下来几个月 回暖的速度会不会进一步加快 好的 我想内地是个巨大的市场 这个在经济恢复的过程当中 这个势头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那实际上从月初看到8月份的PMI 制造于PMI实际上也是回升的 7月份49.0 8月份49.4 虽然没有超过50 但是也是逐渐地向上 因此我们看到 今天公布的这个投资贸易消费 这些数字整体上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毕竟8月份我们看到 疫情的防控也好 高温也好 确实有一些挑战 那当然在这个三驾马车当中 投资是稳定的一个增长 然后消费也是五个月的新高 回到了5%以上 贸易这一块也不错 当然美中不足的呢 我觉得有几个 那么第一个就是在投资当中 还是防弹投资 我们看到防弹投资还在持续的下滑 那目前这个势头 并没有有效的遏制和扭转 第二在贸易当中 虽然一到八月份贸易是两位数增长 但是八月份当月只有百分之八点几的增长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因为去年下半年外贸的技术比较高 所以要继续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同比增长的水平 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从消费的情况来看 消费增收回到了5%以上 但这其中呢 可能跟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增长比较明显有关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相对权重有点偏移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业当中 就业的数据有所好转 尤其是16到24岁的 这个就业率从历史的高位 19.9回到了18.7 那我的判断是因为 七八月份啊 这个高校毕业生啊 大量的落落续到工作单位报到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失业率的情况是有一定的波动 但整体即便18.7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未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消化 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 目前从国务院或党中央国务院吧 整体来说还是全力在推进这个经济的复苏 而且呢 这个目前的情况掌握的数据 不管是草根数据还是官方数据 我们觉得这个势头应该是能够延续的 当然主要的不确定性还是疫情的防控 因为现在这个病毒的变化比较快 然后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 那么部分城市的静态管理 确实是对经济的增长是会造了 带来一些不确定的扰动性的因素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下一阶段需要继续这个关注的 是 那我们看到从八月份的数据来看 我们刚拉动经济的主力仍然是投资 那么四季度的宏观经济如果要这个快速恢复的话 您认为在信贷跟金融政策方面 是不是还要进一步的发力 特别是外界也关注 像降准降息会不会也是工具一项的选项之一 我想在政策推动方面 一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个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呢 今年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地方专项在3.65万亿 基本上已经额度下达完毕 这个和去年同期相比是非常之快的 去年实际上到目前 比方说八月末的话 大概只有完成60%左右 但今年由于年初就非常强调 所以3.65万亿的专项债 已经全部下达了 另外就是7200亿的地方政府债 也差不多也已经基本下达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 是超过4万亿 这是我们看到像固定站投资 基建实际上比较明显的带动 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那么第二个稳健的货币政策 今天央行也有一篇文章 还是强调了不搞大水万贯 不透支未来 还是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相对的稳定 当然大家也觉得能不能再度的降准降息 我觉得目前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我们看到海外现在都在升息周期 包括欧亚行 包括美联储都在不断的升息 那如果我们在降息的话 对于这个汇率的稳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第二实际上现在的资金面并不缺 为什么不缺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交易所也好 银行间的回购利率非常低 七天的回购利率 七天的抵押式回购利率只有1.6% 这是最近两年以来的一个低位 说明什么 就是资金不缺 关键就是说要把投资热情激发起来 如果大家都对未来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那这个信贷进一步的活跃 那我觉得并不在乎于当前的资金面的短缺的情况 如果没有这个两个因素的话 我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的稳定 换句话讲 我觉得央行的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是进一步设施 当然本周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的商业银行 降低了存款的利率 那一方面从央行的基准利率来说没有变 第二个商业银行降低个人存款利率 一方面希望能够进一步直接消费 第二个能够保持一定的利差 那使得银行的这个收益能够进一步的稳重有升 我想更多的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 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未来的这个定调 那包括目前我们看到M2是今年以来已经挣扎了12.2% 广义货币M2的总量已经是接近260万亿 所以应该说还是以文为主吧 是 那我们看到今天尽管这个宏观经济数据回暖 但是人民币时隔两年多来再度跌破七算 这个对投资气氛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内地三大指数呢 都下跌超过了2% 总结全州户指呢 累计大跌超过4% 那由于美联储下周呢 大幅加息现在已经成为定局了 预料美元的汇价还会持续攀升 这个对于全球的股市呢 难免又会陷入动荡 那您认为下周A股市还有其余调整的压力 我觉得当然本周是和美国公布了 8月份CPI是8.3 高于市场预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大家觉得本月美联储加75个基点是铁板钉钉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 所以呢这个全球资本市场 进行了重新的适应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股市呢就跌了 那么当然也影响到A股市场 尤其周三 A股出现跳空低开 就是内外联动的结果 不过从内部因素来看呢 一个就是在过去两周 行情在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 没有量能的跟进 表明大家本身对当前市场 可能还是偏于谨慎 那另外一个就是 跟您的时代比亚迪这种 赛道股的大幅回调有关 您的时代最近三四周吧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从高点回落已经有30% 作为一个龙头标杆 作为深圳的股王 赛道股的退潮 实际上对整个市场情绪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由于一方面他们的权重比较大 第二呢机构抱团比较紧 一旦车马松动以后 机构的这种相互的拥挤的离场 那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过程仍在持续 我觉得未来市场 进入调整的这个阶段 从技术形态上是得到确认的 不过呢彼此之间 还是会有些分化 一方面以上证50为代表的 街友蓝筹的权重股呢 走势本身就在低位 性价比也比较高 所以它的跌幅会比较有限 这样的话呢 护生的主板市场会相对稳定 以这个震荡 企稳 收敛 缩量整理为主 但是呢创业版和科创版 因为弹性比较高 而且前期累计涨幅比较大 所以呢他们的这种 大开大合我觉得难以避免 那么另外呢就是 9月底呢这个资金 这个季度的考核 再加上国情的长假 所以市场会进入一个 观望的这样的过程 OK 非常谢谢钱 就我们今天股座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稍后回来 带您关注其他消息 包括了美国负责中国企业审计的人员 将会在周五飞往香港 我们待会见 再来看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萨马尔汉出席上和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大范围会谈 他在发言当中指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在加速演进 事件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 上和组织命运共同体 另外他也表示 中国的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 习近平在大范围会谈上发表讲话 他指出 上和组织成员国要加大相互支持 防范外部势力 策动颜色革命 习近平表示 上和组织成员国要拓展安全合作 欢迎各方共同参与落实 中方所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习近平还表示 要深化务实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和坚持多边主义 中方将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价值15亿人民币的粮食 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针对新冠疫情 习近平表示 中国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最大程度稳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近年以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 中国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既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也最大程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 我们将今次综合报道 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阴影 对欧洲股市造成影响 目前大陆股市普遍下跌 其中德国跟法国的股市都下跌超过1% 而英国的股市已经掉头回升 而在美股方面 美国昨晚公布8月份的零售销售 出乎意料上升 将上周新申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持续下跌 这也反映经济能够承受利率上升的压力 所以拖累昨夜的美股全线下挫 道琼斯规指数下挫超过0.5% 再度跌穿3万1千点 而标普白指数则下挫超过1.1% 则鲜守3900点 至于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则跌幅达到1.4%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根斯勒表示 负责中国企业审计的人员 会在周五飞往香港进行审计检查 根斯勒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进行听证的时候透露 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人员 将会从下个星期开始 在香港审查在纽约交易的中国企业审计文件 又指中国的监管机构 已经表明会遵守规则 让美方取得有关公司的信心 中美监管机构早前达成初步的协议 让美方在香港对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进行审查 将会避免接近200家公司 从美国市场退市 另外美元的会价 今天大幅转强 人民币持续受压 继离岸人民币昨天晚上跌破七算之后 在岸价今天也跌传了七算 这是超过两年来的首次 而国家外管局强调 人民币的汇率 无论是从市场的供给 还是从汇率水平和走势来看 基本上都是保持稳定的 在全球主要货币当中也表现稳健 美国经济数据好过预期 令联邦储备局加息的预期升温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下周美联储加息四分之三里的几率 上升至75% 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两年期收益率突破3.9里 创出2007年11月初以来的新高 带动美元攀升 美会指数称上110点 距离早前所创的20年新高不远 其中对英镑涨破1.14对英镑 创出1985年3月以来的新高 对澳元和家园等商品货币也攀升 欧洲主要成员国国债收益率也攀升 德国两年期收益率曾经涨破1.6里 涨幅超过10个基点 创出11年新高 但没能提振欧元会价 对美元继续在一对一的评价下方震荡 亚洲货币继续承压 人民币中间价下跌超过200个基点 到6.9305再创 2020年8月18号以来的新低 路透社计算监管过滤影响595个基点 及其会价跟随跌市一开盘 已跌破7对1美元关口 中场收低391个基点 到7.0166 创出2020年7月14号以来的新低 中美利差倒挂进一步加深 境内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 跌破-1400点关口 刷新2010年11月以来的新低 离岸会价也下跌 曾经跌破7.04水平 也创出超过两年新低 与在岸价的价差 维持超过100个基点 本周在岸价累跌1.39% 是5月中旬以来的最大周限跌幅 不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强调 人民币汇率 无论是从外汇市场供求来看 还是从汇率的水平和走势来看 基本上都是保持稳定的 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文件 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前司长管涛也表示 上月中旬以来 人民币快速调整 并没有出现市场恐慌 他强调汇率波动 不等于升贬值压力或预期 恰恰是汇率弹性增加 有助于及时释放压力 避免预期累积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大幅收贬超过1.6角 到31.293对以美元 刷新2019年9月4号以来的新低 泰州触及200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菲律宾比索在创历史新低 韩元一度跌至1399对以美元 刷新2009年3月31号以来的新低 但外回当局继续入市干预 而且力度加强 支持韩元V型反弹 占价收升超过0.4% 华卫视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简姆江 祝您晚上